由国家化剧院推出的戏剧电影《英雄时代》 今天已经上线 在近日的首映视上 刘佩奇 辛柏卿 李光杰等主创 畅聊了幕后创作故事 辛柏卿透露 这部作品的主演原本是自己和李光杰 但后来却变成了刘佩奇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大家好 我现在所处于的就是国家化剧院 国家化剧院首部CNT现场作品 戏剧电影《英雄时代》将在这里举办首映礼 这部戏剧电影是由刘佩奇 新百青 倪大红等人主演 这部戏剧电影是用电影的方式拍摄 戏剧的方式演出 带领我们一起领略电影艺术 和戏剧艺术的双重魅力 我看新闻 说今天晚上放烟花 我演救助性 我把一个商场 把三千人放成一个大烟花 《英雄时代》 是中国国家化剧院创作的首部公安题材原创化剧作品 刘佩奇与倪大红围绕警匪间的心理案战标系 众多警员与歹徒展开了极限的周旋 刑警 特警 交警轮番上阵密切配合 丰富的办案经验加上高精精的技术 让歹徒无处遁形 穿着这身警服 就得干该干的事 我和光杰进组都比较早 原来的男主演是我们俩 根本没他什么事 但是这还真不是说他自己要给自己疯狂加戏 不是为了私心 是为了这个戏好 我们俩在创牌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觉得 应该把这个即将退休的老警察的心分拔中 因为凸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温血 人民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人民 这些老师是我的师父 戏里面我演的是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 跟我师父对于警察的认知是有误会的 然后随着剧情的发展 我们解除了误会 让我对警察也有了更多的认知 这个戏我觉得应该是中国话剧史上的 首部从头到尾 对欧哥我们公安战线上的警察 对剧本比较熟知 而且是已经做到了现场执行导演的 新代青老师 很辛苦 对这个戏的贡献是最大的 英雄时代是国家话剧院和爱奇艺 共同推出的首部戏剧电影 主创团队通过多机位多角度 多媒体多场景 排演和设置 只为最大程度彰显出电影戏剧融合的魅力 我们要既要考虑这个戏一部分的创作 要考虑这个影视化的这种创作 按照这个线上演出 所以这是一种融合 又是一种创新 也是我们推进数字画演绎的一种新的一种尝试 据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新透露 《青蛇高清修》副版 《冀州遗云》 《三生路》 《搭手飞人》 敦煌等多部话剧舞台剧作品 后续也将通过线上演播的形式与观众见面